18世纪俄罗斯军事家常圣将军苏俄罗夫说过,敢于刺刀冲锋的军队,才是可以打胜仗的军队。在中国,随着影视剧作的普及,此类理论还有个家喻户晓的称为,亮剑精神。不过,军队可不是电视剧,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。 人民解放军步兵操点草案中便明确涉及了刺刀拼杀的规范。而为了快速提升人民解放军的刺杀术,东北军区甚至调令了大量还在劳改的原国民党黄埔军校步兵科军官,担任军事教员。这引起了很多战事的不满。不少人调侃说,打败仗的,还交打胜仗的。但是,国民党军败归败,但是其更为系统的单兵刺杀。 从技术层面优于当年刚刚完成军事整编的人民解放军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由此,在毛主席革命军人要敢于刺刀剑红的号召下。 1964年6月至8月间,全军在普及性的大练兵之后,更是在3318个单位里选送了33000余人,参与了声势浩大的大比武,而大比武的项目里,拼刺赫然榜首。 由此,在多年的规范化和常备化之后,拼刺训练正式被确立为人民解放军基层军事技能的五大象之首。 如今,对于那个倡导刺刀剑红的时代,除个别亲历者以外,大多数的人已经遗忘。 不过索性的是法国人的相机,记录下了这一切,这是1976年供应的。 法国人拍摄的有关中国纪实的纪录片于公益山的片段。 可以看到,朴实无华的人民解放军眼中,透出的是坚毅和满满的杀气。 完善的护具保护了拼刺对练战士的安全。 但是战士依旧严格按照操点进行刺杀训练,在纵起跳跃中,只为了将刺刀更加深入大力地插进敌军的胸膛。 标兵掩饰,战士互相之间进行经验交流,动作规范,而年复一年的刺杀,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,刺盗敌人。 从53式步枪的四棱刺刀,再从56半和56冲折叠在枪管旁不易丢失。非常利于拼刺的三棱刺刀。 拼刺成为了当年解放军眼中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法宝。 不过,随着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,士兵与士兵的短兵相接变成了精确制导武器漫天飞。 于是枪刺数一度从必修科目中消失。 虽然95式枪组保留了多用途刺刀,但由于枪支采用短小无脱化设计,其实已经相当于默认了拼刺在单兵技战中的威莫地位。 令人意外的是,在制导武器遍地开花的西方,枪刺数还有一定的地位。 2004年在伊拉克巴士拉,20名上刺刀的英军在白刃冲锋中一举战胜了100多名当地武装。 虽然美国陆军取消了枪刺数的科目,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,枪刺数跟平时的武功礼武装越野一样成为新兵们的必修科。 虽然从理论上讲,枪刺数这种古老的战斗技巧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 但在老铁看来,在当今世界各主要大国间成平多年的大环境下,刺刀上凝聚的恐怕除了杀敌技术以外,更主要的还是战斗精神。 是军人不畏强敌的精神。 而不畏强敌,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。 在军事科技并未出现至的差距的大国之间,则更加显得珍贵。 特别是,当今世界并不太平,当面四海并不宁静。 向东看,军国主义幽灵四处游荡。 向南看,总有人斜阳搅局。 在南海惹是天乱,向西看,也有人窜躲想给一带一路设置障碍。 新形式新任务对军人血性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新挑战。 广大人民解放军官兵尤其是一线指挥员要具备什么样的血性。 这些都和作战问题一样急需解答,如何解决,要老铁说,那就从拼次使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